台北101每年都会举办摄影展 透过摄影爱好者的镜头来介绍台湾的地标 今年总共有55件来自国内外的优选作品 评审表示作品彻底地展现了台北市民的生活方式 之后这些得奖的作品还会在东京的晴空塔展出 一张张不同角度 不同时间下的台北101 透过摄影爱好者的镜头 平时却细致地展现 今年台北101将落成届满10年 有1300多件国内外作品参赛摄影展 以往来讲大家就比较重视在 有画面上的技术性的镜头上面的应用 当然光影的变化的应用当然会有 但这是在一个很基本的 但是今年除了光影变化以外 我觉得是一个生活上面的诠释 特别是在影讲跟铜讲这个部分 特别已经把台北市市民的生活方式 能表现出来 其中金奖得主谢一锋以重复曝光手法 将花朵影像叠在101大楼上 呈现春天风貌的101 因为我今年想要拍 想要挑战拍365天的101 对那今天刚好是第170几天了吧 那春意这张其实是第46天的画面的作品这样 所以不是特别拿来参赛拍的 是平常就把它拍就拍了 比赛从1000多件国内外作品中 最后选出55位优秀得奖者 101董事长宋文奇 执行长魏宁娇都出席颁奖 去年台北101才跟日本最新地标 东京晴空塔结盟 而共同推出摄影展 也是双方的合作项目之一 今年我们会把这一次的得奖作品 带到东京晴空塔去展览 向所有东京晴空塔的游客 介绍台北101以及台湾的美景 藉由双塔的合作跟交流 有助于促进双方人民的对于彼此的认识 也能够促进双方的观光 据观光局统计 去年来台湾的800万旅客中 有超过四分之一会造访101 透过市民的眼 摄影作品带世界看见台湾地标 新唐纳台电视 林家伟 林渝 台湾特报导